繪畫工作坊參加者黃潤泉的水彩紙本作品《民族》 直到長30厘米高42厘米 這幅作品畫的是兩個穿著民族服的人 他們各自佔畫面約一半 左邊的人眉昂頭向左 右邊的人眉昂頭向右 只見到兩人的側面 左邊的人是黑色平頭 大眼睛、眼珠偏啡、皮膚翼大啡 耳帶有耳環 是一個垂吊的橫形 頭戴類似喇麻帽 從我們方向看 像孔雀開平的形態 配合紅橙黃的漸層 又像半朵太陽花花瓣 內襯黃色上衣 外層紅色斗篷 還有一層黃色 一層橙色的流蘇 空前有圓形構 斗篷由背部一直伸延到底 蝦襯長裙 有兩層 橙色底層延伸到畫面最底 黃色面層只有一半短 側邊還有一條藍色布由腰間垂落 是這條長裙特別的剪裁 它露出手臂 手腕有金色手環 上面有兩排圓形花紋 手拿金色拳杖 由腰間斜落到底 拳杖頂端是橫形 被一個左右反轉的英文字母獅子 和正常獅子貫穿 成為四條彎曲的延伸部分 右邊的人有彎眉 大眼、高鼻、啡唇 頭大及腰頭巾 近額頭部分 是藍啡白拼色的格仔紋 以大銀色耳環到半頸那麼長 穿有長領闊袖衣 領口組紅色 三邊有一條橫紋圍邊 袖邊和三邊都有啡色流疏 內襯淺橙長裙 裙擺延伸到畫面最底 手執啡色拳杖 頂端是圓環寬著一粒球體 是深啡色的 沒端向左斜落到底 兩人中間有一個 矮身透明花盆 淡藍色 底下有個平面佔著 好像浮在半空一樣 花盆還有綠色競葉植物 競身纖幼 葉尖向下 最矮的一棵剛剛高過盆邊 最高的一棵向右生長 去到右邊人的胸口位置 牠們頭頂、左右兩邊 和兩人之間都有留白的位置 配合盆栽在中間圓浮 形成好像英文字母M字的巧妙構圖